我絕對沒有內心交易 或者操弄股票的這種意圖跟行為 我自己對自己的所作所為 也覺得內心愉快 這個事情假如一確訊的話 翁院長不是只有下台可以了事 會要求金管會報告 海外兩個帳戶的最終收益人 到底是誰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借券 到底誰在借券 第三個就是 到底換空或者內心教育的 可能的對象 不然外界很多把這些事情 把它換政治化 因為這基本上是一個嚴肅 我說嚴肅的法律問題 如果14號不回來 他就會被蓋關認定 四個字叫做畏罪潛逃 所有的條文的修改 全部都為他量身定做 一個中研員的院長 可以這樣子對我們 我們的國家我覺得有一點意外 中請會院長 智美會歸成為 落跑院長 國人是非常的失望的 貴為一個中研院的院長 不應該出現這樣的舉動 即便他搬家 他逃到美國 智美會歸 我覺得相關的法律問題 我們有機會透過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我相信有機會去做一些追究的 好看到五年前的場景 國人朋友 你的感想如何 來我請教的是王定宇 華人第一個 更是臺灣第一個獲得的 威爾許化學獎 有人說離諾貝爾獎近了 可是我們看到五年來到現在 法院還他清白了 可是准司法機關 現在還在追殺 那翁啟會院長嗎 我今天還在跟翁院長聯絡 那前幾天 我還有剛剛傳來的簡訊 我剛剛一直看這個畫面 在二零一六年 對我個人來講 是我人生第一次踏進立法院 當年的三月爆發了 所謂的浩鼎案 當時的翁啟會人不在國內 他回國後 有一次我跟他見面 你知道見面前 他怕害到我 那個一個這麼單純的人 他說你敢敢跟我見面 你敢不敢跟我見面 我說為什麼不敢 可是他 我那時候想約他來立法院辦公室 可能反而是我害了他 約到一個地方我們見了面 他告訴我 第一句話他講 他說我是一個科學家 沒有的事情講清楚就好了 我說你把這世界想得太簡單了 他從頭到尾的認知 他就是我是一個科學家 我沒有違法 我沒有對不起任何事情 事情講清楚 事情就算了 今年二零二一年了 要不算了 可是還好還他清白了 我當時聽那個話 我就很有感慨 沒有只有法院還他清白啊 監察院我認為監察院 陳建法院包括監察院呢 我待會會來提那個部分 我大家回想 因為台灣事情很多 有時候不要說過了六年啦 過了六七年 有時候過六個月事情都忘記了 當時的電視台 沒有一家沒在罵翁啟惠 而且都不曉得 翁啟惠在整個生計 在科學界的貢獻 罵他好像是一個貪財 一個謀奪公務這樣的人 當時大概只有廖小軍的節目 在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說不對 這事情不對 所以採取了另外一個角度 瑞德大哥那時候也在 那他是藝人 藝族人 所以另外一個 因為他是我們教藝人 願意來聲援這件事情的 除了我大概另外一位 我幫忙講就是蔡逸宇委員 所以我們曾經兩個 跟翁啟惠 在中山北路的某家飯店 也是坐下來聊 我們兩個在那邊聽就是說 科學家或者像醫生也一樣 大概是生活白痴 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我覺得差太多了你知道 他一直覺得沒事 那我就回到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我先講時空背景 二零一六年三月 臺灣正經歷最大的變化 在一月份蔡英文當選總統 馬英九的國民黨時代結束 但是交接是五二零 所以三月份爆發的時候 當時的院長 行政院長是 詹善政院長是國民黨籍 馬英九還是現任總統 而且翁啟惠是他提名的 中研院院長 後來他要想要換另外一個人 換一個在反送中的時候 一直幫那些黑警 招踏這些學生的另外一個院士 我名字我就先不提他了 那當時的曾明中都剛剛從 因為我們立法院是二月一號就職 政權的交接是五二零 所以二月一號的時候 曾明中從金管會主委 變成國民黨不分區當選人進來 而且那一次為什麼是天大變局 國民黨的機會只剩那三四個月 因為我們連國會都過半 五月二十號就要政權交接 對政權交接過後就是行政權 立法權他們都失去了 那在三月份突然間由曾明中 曾明中帶著他們的這個王玉民等等 開始拋出來 拋出來內容 一般人聽到就覺得很煩 反正就覺得有一個貪官 而拋出的時間點 大家其實沒有想到 有選過的 當時翁啟惠也是去國外領獎 跟參加國際研討會 那時候沒有COVID-19 沒有武漢肺炎 他在以色列 他從以色列登上飛機 飛機離開地面伸到空中 不能不能回應 不能澄清說明 那將近二十個小時的時候 記者會打開 開始說翁啟惠哪裡 趟章王法 內線交易 土利 用人頭買股票 案情複雜到一般人觀看標題 就不想研究下去了 那翁啟惠的說法呢 滋留海外 他其實那時候在飛機上 他根本不知道發生這個事情 等到他下飛機的時候 知道這個事情 他說 嗯對啊 這個事情都亂講 我澄清一下就好 因為那時候還是馬政府 他是馬英九提名的中研院長 這些過去 你知道曾命中是金管會主委 浩鼎是股票上市公司 這些股權的交易 他都知道 所以翁啟惠天真的以為說 他們都知道啊 為什麼還要這樣罵我呢 他以為他們都知道 那他就想說明就好了 所以當時他本來要做一個決定說 應該沒事 當時他就得了這個 我也許講 他其實二零一四年 被提名獲獎 二零一六年要領獎 所以他本來跟國內說 我在晚一點回台灣 把獎領完了 我再回台灣 我跟他說 在天兵 你在留在海外 人家就說你逃亡了 你後面就根本不用回來了 他當時就要領這個獎 那這個獎的重要性 化學界的三大獎項 一個是沃爾夫獎 一個就是這個威爾許獎 另外一個叫諾貝爾獎 而且這兩個獎 翁啟惠現在都拿到了 而這兩個獎拿到之後 諾貝爾獎 我坦白講 對翁啟惠來講 他沒差 但我們國家缺這個光彩 通常諾貝爾獎 一定跟著這兩個講走 所以翁啟惠當年就被認為 二零一四就已經認為 他是台灣下一個 諾貝爾獎得主 是一個國際級的 而且他請假理由是說 我就要領這個威爾許獎 可是他請假說 馬上被國民黨自己 當時執政的黨團說 他畏罪潛逃 畏罪自美不歸 其他電視還要要要 去逃亡 家酒 豪宅 他一輩子在美國 我跟你講他不回台灣 他那個專利 不是豪宅可以比拟的 那這個案子因為很複雜 我給大家看 當時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一般看到說 這個檢察官起訴他 然後監委 展桂梅 包中和 這都馬英九提名的 劉德勳 王美玉 王美玉就是目前 你該講還沒有結束 就在這裡 這四位呢 在法院都還沒有 調查審理前 就搶先要彈劾他 基隆那個為酒駕 關縮的國民黨市長 不用彈劾 這個先彈劾 然後呢 當時彈劾有九大理由 另外九大理由 有七項理由 是抄後來 檢方的起訴書 或者檢方起訴書抄他 或者幕後有一個黑手 把這九大理由 交給這兩個單位去追殺的啦 所以整個起訴的九大理由 或者是監察院的 所謂的彈劾的七大理由 裡面重疊率就是七項 高達九成 是事前有人導演 還是這兩個單位 怎麼那麼巧合 而且犯的錯都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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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